欢迎收看Star News World24H频道 请订阅频道 不错过当日最炙手可热的明星新闻 今天的新闻频道包括以下栏目 庆于年2月开拍 张若云和毛小童领衔 肖战回归尹期待 自2019年末上线以来 以张若云为主演的庆于年 引领了一股新的古装剧热潮 该剧在播出后迅速成为收视冠军 开创了古装大男主剧的先河 由于其自身的人气和经典程度 第二部的开启更是让观众们期待已久 如今距离庆于年 第一部的结束已经三年多了 在这段时间里 该剧的第二季已经预热了不少次 但是由于主演缺席一直未能开拍 现在终于要正式开启第二季的拍摄了 让观众们期待已久的剧情终于可以继续发展了 根据目前已经出现的消息来看 备受瞩目的庆于年2将于今年6月份正式开启 但是也有一些主演被爆出缺席的消息 不过幸运的是大多数主演都还在剧组 张若云和毛小彤将再次领衔出演 肖战也将回归该剧 这些消息都引起了众多粉丝的期待和关注 在即将启动的庆于年2中 首先引起观众关注的是女主角林婉儿的换角 李沁已经放弃了庆于年2的拍摄 取而代之的 则是近几年新出现的人气小花毛小彤 她将在剧中饰演女主角林婉儿 这一换人决定引发了观众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但是毛小彤凭借自己的才华和不断的努力 逐渐获得了观众们的认可和喜爱 她在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中饰演女主角燕子苏一角 大获好评成为了一名备受瞩目的演员 加上她与张若云的合作默契十足 这也是庆于年2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小彤凭借近几年的多部作品如 微微一笑很清澄锦绣未央三十而已和乔家的儿女等的热播 逐渐走出了配角的阴影 实现了她演艺生涯的重要转折 毛小彤的古装形象和演技 近日在电视剧云香传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更多观众对她的表现表示赞赏 此次搭档张若云主演庆于年2 再次受到大家的期待和支持 这些演员都在前作中有过出色的表现 因此在续集中继续出演 不仅增加了观众的期待 也为剧情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他们的加入 让《庆余年2》的演员阵容更加豪华 也让人们更加期待这部古装大剧的上线 在即将开拍的《庆余年2》中 陈道明、李小冉和宋毅三位主演都将缺席 这让很多观众倍感遗憾 和盛明和陈子涵在演艺圈中 都有不错的口碑和作品表现 而陈都灵也凭借着在电视剧《锦绣未央》中的出色表现 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虽然这三位演员替代了原本的主演 但由于他们的实力和人气 也能为剧集带来一定的看点和期待 颜冰云这个角色在庆余年第一部中的戏份确实不多 只有在后面几集才有些许出场 但是由于肖战的演艺和人气效应 使得这个角色在观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成为了话题人物 肖战在《庆余年》中的出色表现让他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和关注 而他所饰演的颜冰云角色也因此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角色 很多人都想知道在第二季中 颜冰云这个角色会有怎样的发展和表现 这部备受期待的《庆余年》二的演员阵容变化 引起了观众们的热议 虽然一些老戏古河园般主演的缺席令人感到遗憾 但是新加入的演员们也拥有自己的粉丝和支持者 他们的表现也备受期待 对于颜冰云这个角色 肖战的出色表演不仅让他的粉丝感到自豪 也让更多观众对他的演技刮目相看 这些变化或许会对这部剧的整体呈现产生影响 但也可能会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期待 感谢观看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新闻 请随时发表评论 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 祝你生活永远快乐 平安 平安